500的福袋包这件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啊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韭菜的福袋时间 是的你没有听错福袋时间 我终于想起来我自己的老本行了 我是个开福袋的呀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个新商家吧 名字叫牧城魔玩店 我在他们家定了一个500元的假面骑士福袋 因为我看他们家的货呢比较像是那种中古的类型啊 所以呢我就许愿了01跟台武 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跟一个相对比较老的系列 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 他们家的这个500元的福袋会给我包些什么吧 别这么说啊光看这个外包装就已经让我充满了食欲了 藤娇去骨凤爪 真的很合我的胃头啊感觉我口水都要下来了 那我们话不多说赵力开箱小剪刀一起给他拆开来看一下吧 LATER 那我们赵力给他拿下去一件件的来进行展示 好家伙打开之后第一眼就让我看到了一朵非常不祥的蓝紫色啊 我们一起拿出来看一下 哎没错 礼拜四我明明许愿的是01跟台武吧 这个初礼拜四是不是有点偏的太过分了一点点呢 而且看这个盒子也是烂的不行啊 一个烂盒 哎但是 这边还自己他自己还在封了一下啊 这这这这算什么啊 这个明显是个二手的呀 你装全新这玩意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然后我们一起给他打开来看一下橙色吧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礼拜四的橙色啊 因为非常容易有通病啊 消磁啊之类的 哎但是看他这个的橙色呢 还是不错的啊 最起码 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吊漆吧 一些小吊漆问题不大啊 然后看这个呢也没有通病这个地方也没有消磁 虽然跟我的许愿呢也是嗯不太沾边啊 但是好歹橙色还算可以 那我们先给他放到一边吧 下一件 哎一个01的挂扣啊 那不出意外的话我许愿的01 哎应该是有了呢 先给他放在这儿 我们再来找一找 果然不出意外的下面呢 就是一盒核说拳的一个01驱动器啊 呃看这个核框呢不算特别的新 但保存的也还行啦 我们一起拆开来看一下他的橙色吧 哦同样是一个内带棋的一个橙色啊 这个橙色呢也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可以可以呢就不拿出来给大家试音了 我们同样的给他放到一边 我们再来看看还能有些什么吧 然后就是最后一样东西了 哎一个锁种 嗯 他这也算是勉强满足我的许愿吧 一个雪橙的锁种啊 而且看这个包装呢 就是非常典型的海淘的中古风格啊 海淘的小银件呢 很多都是用这种去进行包装的 我们一起check来看一下 哎不出意外的没有装电池 那我们还是简单试一下吧 我感觉我每次从福袋里面 开出这个雪橙锁种的时候 好像都要带大家来听一下音效啊 我真的是太爱这个锁种了 听的确实呢也是非常的帅气啊 这个锁种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 而且声效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给他放到一边 好的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这个福袋的所有内容了 讲道理呢 东西的橙色都还可以啊 但是现在的话 一个01的腰带300不到256的样子 一个礼拜四就这个烂盒134了不得了 然后再加一个雪橙锁种 500的福袋包这件东西 是不是少了点啊 好的那么大家觉得我是亏了呢 还是赚了呢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